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张先生23岁来自河北是一名学生 女嘉宾白女是21岁 同样来自河北也是一名学生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哈 主持人你好 好 谈恋谈了多久啊 谈了一年 奔着结婚去的 对 在学校里认识的 对 我们不是一个专业的 但是加入了同一个社团 我第一眼就觉得他挺好看的 然后就约他出来吃过几次饭 感觉挺聊得来的嘛 然后就在一起了 挺好吗 什么前男友乱七八糟的怎么回事 就是刚开始 我跟他在一块还挺好的 但是后来我就发现 吵架之后 我觉得大男子主义很严重 我有一次跟我前男友吃了一次饭 从那之后 他就开始对我管控管得很严 让我有点受不了 然后还有对我进行冷暴力之类的 因为我这人比较直来直去的 他这么对我 我真的有点受不了 你跟你前男友吃顿饭 对 就吃了那一次饭之后 他就变得特别跟以前不一样了 你怎么知道的 是我哥儿告诉我的 就是当时他瞒着我 而且吧 就是他这个前男友 还不是一般的前男友 是他的初恋 而且他们在一起五年时间 就特别长 跟他吃饭还不告诉我 我就觉得 他肯定是还对他前男友念念不忘 我当时没有想瞒着他 我当时就是因为一些工作关系 才能在吃的饭 但我没有想到他居然误会我 我当时也跟他解释很多 他都不相信 然后七八天就没有搭理我 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对我进行冷暴力了 我肯定会发火 你想你跟他吃饭都不告诉我 而且你们俩就之前 有那么长一段时间的感情经历 我就觉得 就这件事对我影响特别大 就是他这个前男友 在我心里一直是一个梗 虽然我平时嘴上不说吧 但是我心里会就是做一个比较 我就觉得他对他前男友 就比对我要重要 不是 你是怎么比较的 就因为有这么一件事 就是他之前他考大学的时候 他为了跟前男友在一起 他甚至放弃了去中船的机会 然后留在了保定 但是现在呢 就是我们也面临到毕业了嘛 然后我们就是 其实也见过家长了 两方都觉得挺不错的 我家长这边想把这个事定下来嘛 毕业就打算结婚 但他就还想去中船 想通过考研去中船 但是就是冲突了嘛 但他就不能为了我 就放弃去考研 还是打算就是坚持考研这件事 可是当时那个是因为 我已经放弃过一次了 我这次真的不想再放弃 这次这么好的机会 然后我就觉得考研跟谈恋爱 并不冲突啊 而且我觉得他如果爱我 他就应该去支持我 我从大一就已经开始准备了 结果那件事之后 他有一次把我接出来吃饭 然后就说什么 要订婚啊 要买房的事 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 大三这个关键时候 他不应该有其他事情来打扰到我 然后我当时就拒绝了 结果呢 他立马就给我火冒三丈 给我发特别大火 就说什么一些很难听的话 我就觉得我到底做错什么 你要这么伤害我 我当时觉得我自己特别委屈 我就是因为爱你 我随时我才不想让你走啊 你想如果你考研的话 那他就要去北京 你也去啊 我比他第一年级 他先去啊 那不就相当预地恋了吗 我就不想就是我们俩有精力 我就想每天都能看见他 那我觉得他有点太强词夺理 太狡辩了 从那之后他管控真的越来越严 干嘛了吧 他那会还要把我手机都没收掉 你说现在谁不用手机啊 他还要这么对我 真的可能不能理解他这种行为 你凭什么没收人手机 他那手机是他前男友给他买的 我看那手机我就特烦 那你买一只送给他吧 不就完了吗 你没收了手机干嘛呀 是啊 我当时没收了之后 我就立马买了一只新的给他嘛 主要因为我为什么摸他手机 他天天玩那手机 我看那手机我就烦 我就想起他前男友 他是给我买了一个新的 他买了新的之后 他把那个机构就给我扔了 他扔了之后 根本就不问我的感受 万一里边有很重要的照片 通讯录的 他不大考虑我的感受的 我真的不理解他这种行为 你前面有给你买的手机 我跟你没收了 我还能给你好好保存着 我哼着砸了他呢 看了一眼我就给扔了当时 不是你要这样的话 你就不应该跟那姑娘谈恋爱 就过去就过去嘛 但是我现在不想看到了 行行行 还干什么荒唐的事 然后这件事之后 他又开始了 七八天都不再打理我的 没不打理你啊 我不都让天天陪你吃饭 你是接我送我陪我吃饭 可是这些路上 你都干点什么呀 他都不带跟我说一句话的 就摁啊摁啊的 之后就我连我剪个短头发 他都不让 为啥呀 这事当时那样的 就是 他这事他前代佑的时候 不是不是 这事跟那个没关系 好好好 吓我一跳 就当时是我正在吃饭呢 在外面 就是他没事 就突然给我发点微信 他说那个 我想剪个短头发怎么样啊 我说你长头发这么好看 你剪短头发干嘛 我说你没必要讲 我就给他回来一句不行 就没想到 半个小时不到 他直接就 点个短头发 出现在我面前 我就想 我说你这是故意 曾经过这些 你找对你知道吗 没有 我当时其实不是 要跟他做对 就我当时给他 问了他意见之后 我觉得他不行就不行吧 但是我真的想换一下风格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假的 戴在头上了 假短发 对 然后我当时带他 其实想给他一个小惊喜 结果没有想到 当时那么多人 开始骂我 然后又当场跟我提分手 至于吗 我就带了一个假头发 但是之后 他可能也知道这是假的 然后也没那么生气了 但之后呢 又开始了 七八天又不打理我 我当时生气 是因为他就是 我都跟他说了不行了 那你是谁啊 你说不行就不行了 那至起码 你得跟我商量一下吧 那我当时就是生气嘛 可是我觉得他有说 生气的点很莫名其妙 你知道就比如说 其实一些小事 都快把我逼疯了 他还要求我不能有 自己的生活圈子 他要求我每天 跟上班打卡一样 去他那儿就给他说 今天都跟谁出去了呀 然后吃了点什么呀 我穿的什么呀 就我穿什么 涂什么颜色口红 然后吃油的不好 吃咸的也不好 现在他都要管 其实我觉得 他真的管管太宽了 是吗 我就是关心关心他的生活 你说你出去 跟人吃个饭 我还不能问问是谁了 可以可以 而且他平时就是 他就总穿一些 就是比较漏的衣服 而且我也没有总穿 我就是专业需要 就场合需要 因为我是学艺术的 这种小事 我觉得你个大老爷们 就没有必要管呀 姑娘你这一年 也能忍受是吧 因为其实我觉得 都见了家长了 而且双方印象都还不错 我是想奔着最后去的 但是我没有想到 就那次跟前男友吃了饭之后 他就变成这样 让我真的 那你后悔 跟你前男友吃饭吗 我不后悔 因为那一次 我真的是因为工作关系吃得饭 他居然觉得 就是跟他吃饭的时候 没必要跟我说 这是我最生气的点 好好好 你今天谁要来 你要来 是我要来 你要来干嘛 因为我真的 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了 是因为真的性格不合适 还是因为有很多 误会的存在 我虽然他什么事情都说开 不要沉默 就是他总是沉默 他不说话 我不希望这样 那你还不懂他的意思吗 我懂他的意思 那你说说 他啥意思 他就是觉得我不在乎他 他就觉得他在我心里 不如我今天 那你在乎他不 那肯定是在乎他 要么他 是他重要 还是你前男友重要 肯定是他重要呀 那还去中船不 去啊 完了 他肯定以为不重要了 是吧 所以你看 年轻人啊 生活路很长 老师们看看下面路 他们应该怎么走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温卷 谈恋爱 平常心很重要 你会想 那个男人跟他在一起五年 你只跟他一年 他们俩在一起 所看过的景色 共同做过的一些事情 远远比你要多 你会觉得吃亏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 甭管他跟前男友在一起 多少年 最后还是落你手上 对不对 这样想你又舒服了一点 也许你会想 他为前男友 做了太多的一些事情 包括为他放弃 自己的学业 但是一个 能够跟前男友谈五年 并且能够放弃 自己学业的女人 难道不是一个 重情感的女人吗 是 所以说 两方面都想一想 你的平常心就出来了 你就是缺乏一颗平常心 内心太脆弱 你总是希望用一些形式上的问题 和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存在感 剪头发 向我报告 跟前男友吃饭 向我报告 你为前男友放弃了学业 也应该为我放弃学业 你太脆弱 你太脆弱 太自卑 存在感 不是自己要的 是别人自然而然给 你说呢 对这样的男人 无论你如何的小心翼翼 如履薄冰 你都无法托起他的自尊 因为他就是脆弱的 如果你以他的方式 处处向他申请 向他报告 想用这样的方式 来维护他内界而脆弱的自尊的话 到最后 你会更难受 因为过于的自卑的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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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那几天喝古方红糖 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古方红糖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他们俩的结局来看一看吧 请开门 听好一个结局 所以还是年轻 人需要成长嘛 但下一段你们的情感开始的时候 你们一定会比这一段做得更好 因为在这段感情当中 其实你们都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晶云U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有请图语老师进入到晶云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一辈诗爱情保身机 有网友提问 我和我男朋友好了三年 看来不是你的父母在乎对方的条件 而是你自己 其实你早就知道他的经济状况 只是因为你自己的年龄问题选择了投席 同时又贪恋了对方的好